好 电火球什么时候站上舞台中央呢 据了解他在明天要跟主席蔡英文一起协商之后来宣布 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 两个人其实战术上面是有差异的 因为苏贞昌他希望的是速战速决 赶快宣布参选 蔡英文则是定调要按程序走 也就是先经过党内的提名协调 天王天后看起来战法是差很大 两个人在昨天他们一起出席的活动 坐在一起将近三小时 只是面对面讲话却不到五分钟 现在甚至有声音传出 蔡英文他是看了报纸才知道 苏贞昌要选台北市 所以一次两个人沟通不良 那么到时呢 两个人呢是不是在明天真的有来一场蔡苏会 那么也没有这个说约好了 不过我们看到党内人士强调 两个人的沟通是没有问题